看看新闻吧 奶茶妹妹恋爱了 电商大亨刘强东承认了相差20岁 在真爱面前 年龄已经成了最微不足道的障碍 要知道上个月奶茶妹妹 其实还义正词言的发了澄清微博呢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来看我们新一类在线的笑料提供商 茄子脱口秀带来的精彩猜想 奶茶妹妹确实和电商大亨在一起了 亲密照曝光之后 两年没发过一条微博的刘强东更新了 我只想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 和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 小天是我见过最单纯善良的人 很遗憾自己没能保护他 感谢大家关心 只求以后可以正常牵手而行 祝大家幸福 短短的69个字却句句有声 经过仔细推敲 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 和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 前台词 我俩男未婚女未嫁 男友情妾有义 在一起不伤天不害理 说闲话的人管不着 而小天是我见过最单纯善良的人 很遗憾自己也没能保护他 这一局是因为 自从4月6号两人在纽约的 当街亲密照曝光之后 奶茶妹妹和刘强东的恋情就不言而喻 只是奶茶妹妹之前那条澄清恋情微博 此刻就变得有点刺眼了 都是人才 给大家贵了 合上电脑 戴上耳机 过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的生活 天上美丽的风景 才是有益 网友回头再看微博 不禁道一句 妹妹 你有点假意啊 顺微奶茶背后的男人 点上大亨的这条微博 来得恰是时候 你们都不要说小天了 是我不对 我没保护好他 69字的微博 看起来多么轻身易浓 干人肺腑啊 谢谢了 谢谢 综合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